奇妙大营就完播后获得了很不错的反响 官方也十分充分地制作出许多奇妙小剧场 有大结局彩蛋 对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释 还有番外补充小剧情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大结局彩蛋 我们懒懒小宝贝熟练地当起了小主播 带大家一起逛真正的奇猫国庆典现场 可以看到灰太狼一家和奇兽宝宝们玩耍 奇洋洋依旧自恋地沉浸在大家的夸赞声中 玩游戏被吓成猫的懒洋洋也重现了剧情 通过明月公主更完整地对话解释了 为什么她对小羊们会变成猫感到疑惑 还多送给小羊们新的贪吃猫糖和哭哭猫糖 真想尝一尝呀 灰太狼和狗国王下棋 输了棋局想要比儿子 看到小灰灰出场的狗国王却表现得十分疑惑 这不是一层将军爱美之子吗 旺财将军收到了懒洋洋在清清草原给他准备的大房子 旺财之巫转眼就被沸扬扑翻了 总算是爆了当时黑化旺财的杂房之仇了吧 我们委屈的旺财将军只能扑倒在立将军怀里 又暗暗发了一波糖呢 接着四将军的日常又上线了 旺财给爱美推销金牌护发素 立将军收到浩月公主送来的美食 招呼旺财一起来 灰太狼还通过视频教学帮助爱美将军护理头发 不过这视频连线一开始可把我们爱美吓得不轻啊 看来这梗是过不去了 奇妙小剧场还有和老板的联动 灰太狼的穿凤鼠再一次上线 你们还记得咒语吗 奇妙大营就完播后 大家都很期待这样的小剧场和日常 官方也持续输出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后续 相信洗灰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一起期待接下来的羊手6和大电影吧